大家好,我的題目是中國圖豪的現場。 在古代的中國圖豪這個字形容又有錢又有實力的人。 在1920至1950年,人們使用豬豪這個字來形容虐待平凡人的地主。 隨著網絡的福祉豬豪原來的意思被存在了。 今天找中國年輕人來說,豬豪這個字使用的形容又有錢又有實力的人。 中國人把這個字看作是一個編譯字。 換一種說法來說,豬豪只會買最貴的東西,可是買的產品的責任不見得最好。 豬豪的質疑是因為中國越來越有錢。 早不然在2013年的總計,中國有105萬百負荷,8000多的大負荷。 因為中國人特別喜歡雙虎,所以中國有越來越多豬豪。 豬豪覺得一定的雙虎才代表他們有能力。 豬豬豪是豬豪心急的原因。 原來在中國,法律規定一個夫婦只能生一個孩子。 難怪孩子被重懷了變成複豪。 他們受到夫婦的關懷和舉例。 他們在家裡吃最好的和最好的、穿最高級的、用會心滿分的。 。 中國這種孩子從來沒有受到父母的養活,養成了如老而活的關懷。 父母很有錢,使孩子成為五二代的綜號。 儘管中國有很多綜號,可是其實美國也有些綜號。 我今天見過美國的綜號。 其實中國的綜號跟美國的綜號沒有什麼區別。 美國綜號也買最貴的衣服寫錢包。 比如說,艾瑪斯、綠衣衛燈、胡拉達和鼓器。 甚至於他們的手機外殼也是明白的。 在我看來,在我看來圖好的現象很荒蕩。 寧可東西很貴又不好也要買。 只是因為明牌插平是社會地位的善種。 因此他們想了明牌來, 當時就讓人覺得他們有錢的依蕩。 謝謝。 謝謝。